历经多年的研商、规划及酬涉并突破相关法令的限制 全国第一座的流动渔船加油站终于在台东正式启用营运 4月20号上午县长黄建廷到长宾渔港主持启用典礼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委胡新华、渔业署副署长江英智 中游有品行销事业部副执行长李智等多位贵宾以及100多位的渔民共同出席 宣告台东县流动渔船加油站正式营运 这个流动的加油站设置之后 我们大概在这边实际在作业进出的一两百艘 两百艘左右的渔船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感谢中游公司的配合特别不惜重资 这一步花了四百多万 算是中游公司不计成本的来做这样的投资 在完成流动渔船加油站的设置后 也将在金尊、大武等渔港提供定时定点的服务 县府也会持续来关心台东的农渔业 希望结合农渔、休闲及原住民文化 让大家都愿意到台东旅游 也期盼流动渔船加油站的设置 让渔民加油更顺畅、提供更好的服务 台东市政府专题报导